部落七年依依砍起木材 浩浩淡淡的往新宇女子家屋出发 送木材到新宇女方家中 表达爱慕之情 过程考验男子体力及耐力 这是春日香七家部落排完组传统的 巴布里巴送琴材 年轻人去山上工作的时候 他会选漂亮的木材 然后利用风年纪的时候砍一砍 然后送到女方的家 表示说有对这一家的女孩子有爱意 部落男女青年用吟唱互相呼应 表达虽然女方已有心仪对象 但男方又最大诚意表达爱意 我们有喜欢的对象 已经有了心善人 然后连转头都不转头看我们 我亲爱的妹妹 我的情意怎么办 因为你要嫁给外村的人 也有因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情意关系 小男生与小女生也会做送琴采的动作 比如说我家里有小男孩 他家里有小女孩 我们可以刻意的设计 就是家长 就是家族的互动 的意思 七家部落每年小米收获季期间 巴布里巴送琴采是青年对心仪对象 表达爱意的时候 过去传统送琴采是男方在晚间 偷偷送到女方家 也让女方猜猜哪一位男生送的 部落青年看着木材 来到心仪对象 其他青年也会在一盘用歌声加油打气 最后来自泰武厢万安部落青年 也看着琴采特别来到妈妈张尼扬 头目家中的青年 表达部落与部落青年的结盟 以琴仪的交流 七家春青年透过排完族巴布里巴送琴采 联络双方感情 也为这美好的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记者公路由于屏东春日采访报导